为什么胜过一切今 再举了三个例子 第一个 望三必定菩提 就是成佛 望三必定成佛 第二呢 发灭为此今度身 现在发有没有灭 你要冷静细心观察 发灭了 为什么 释迦王这会讲的很清楚 没有人讲解 没有人听解 没有人争取 发灭了 今天在 寺庙在 佛像在 那不算 那是一点影响的形象还在 设置呢 设置没有了 释迦牟尼佛 四十九年所讲的一切今 不是叫你收藏 是要让你学习的 不学习 藏着呢 有什么用处啊 还有人 曾经问过我 地震 他那个道场毁掉了 那个道场藏地有大藏经 为什么 佛菩萨不保佑啊 在地震当中毁掉了 这个事情现在很多件 常见的 佛经是教人念的 教人学习的 教人依教奉行的 绝不是教你收藏 收藏在那个地方 虽然有护法神 守护着法宝 可是艰难来了 还是不能逃过 啊 怎样守才能逃过呢 他心 真正修行的功德 中国人不是常说 富人居富地 富地富人居 这个人有福 他住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不会有灾难 就保全 这人没有福报 没有福德 灾难来了 他也逃不过 所以 学智慧 求福德 重要 智慧福德 到哪里求 支持这一句名号 全都得到了 一心支持 我讲过很多遍了 应该在 三四年之间 你就得三美 得到三美之后 三五年之间 你就开五 这是真的 那现在 为什么开不了呢 他没有专心去 他很杂 他学的东西很多 他念头很多 他不专一 转一就成功 刘苏云 跟我们做了个样子 他没有别的 就转一 圣灵 也不无量手机 一句阿弥陀佛 这是 佛门的教学法 是中国传统 教学法里面的原则 可以说 最高指导原则 写在三字经里头 交织到鬼一传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